第15节的卓越新闻讲板江电内 18号这天在台北基板 这对着全国新闻媒体来说 是厉害上官固定的政行 这次跟全国所有的新闻台 好上竞争之下 代表台湾所有共性科技集团 既队台中台团优萨电视 设置部的《中台湾大事记》 13位电视绿的《战地新闻教》 《立婚宁教》有算电视绿的《婚宁新闻》 也设置每一新闻的《战地新闻》 这就是台湾记下的单位 当年来《亲自台湾》 《战地新闻》由《战地新闻教》的用心 是在这边又来看见 有数位媒体感做者究竟作会 准备参谱第15节卓越新闻讲 到底是谁在中 今年电视绿总共151件作品 参加5大中行政是相当记得 感谢你们为新闻这个行业 提供的典范跟标杆 由于你们的努力 让我们身处的这块土地 有机会会变得更好 今天是新闻工作者的日子 我就不占各位时间 我先恭喜所有的日为者 一如黄董事长所说 其实日为真的就是一个极高的荣誉 所以恭喜所有的日为者 谢谢大家 台东游刷电视 做最组终台湾大事迹 借给以空气污染来作为专门 为73天作品中 立委电视对专门报导中 并且向公司中天民是专台最会 要来提供中行 并先团表示 电风云抵悬规模有限 但是可以一直清理电风记录实在很难点 只有市民的觉醒带给工部门压力 这是我们一条路线就是走倡议 另外一条路线就是要走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就是透过空气污 透过各种体系 另外嘉宁乌萨电视所制作的 《军林新闻》这次日立算 今年每日新闻中 平行之处 《军林新闻》定现当地重大议题 支持国安正的报导 等现在的观点以及新闻的专业 我们这次台数课能够在卓越新闻奖里面 入围很多项的非常难度很高的奖项 那我觉得我们很以公社同仁为荣 那么为这个在地发声 就是我们最主要留在地方上的宗旨里面 那我们也希望同仁得奖 就是继续努力的开始 那我们也帮我们的社会 帮我们的民众做更多更多更好的服务 那这样子这个奖项 我们入围就会非常的值得 那我们也谢谢同仁长时间这么辛苦 平行表示 今年比赛比翁年代表 除了有境外媒体和当地记者 首都参赞以外 竟然有三间电风优算的电视台立算 然后电风电视台以后 电风为本的进行情绪困定 本年新闻彩虹波兜